早安 来到10月31日星期四 欢迎收听今天的EA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 红艾尔 今早有红艺资本投资总监李泽铭 Alan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安 艾伦 早安 艾伦 市场昨晚注视着美国经济数据和重磅业绩 美股星期三是反复偏远 纳资破顶之后回落 至于恒指夜期 都升到71点 高水过8点 稍后都会问Alan 说现在美股市况 以至是港股和焦点业绩 如果大家有股票疑难的话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键是133819 又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升小飞龙的美国十月份ADP 私营机构新增 职位升到233,000个 远超出市场预期的11万个 但美国第三季GDP增长2.8% 差过市场预期的3% 美股高位反复受额 道指最多升224点 收市倒跌91点 报42,141点 标指和纳指一度升大约0.3% 收市分别到跌0.33%和0.56% 三大指数就以贴近全日的低为收市 美国抢债息走势反复 10年期债息曾经回落到4.2厘以下 之后倒升到4.3厘的水平 美股指数先升后回 下市104点 日本央行星期四 以息预料案丁不动 日元会价一度升大约0.4% 今价连续两日破顶 纽约期今首次升穿2800美元 其有加价反弹2% 焦点美股 Visa业绩之后升近3% 就是升幅最大的导致成分股 Google母公司Alphabet业绩远超出预期 股价曾经秋高超过7% 收市升幅收窄到2.8% 而微软和Meta收市之后才公布业绩 微软股价微升0.1% Meta回吐0.3% Amazon升1% Tesla和苹果偏远 超微电脑核素斯安永辭任股价应声急射3.2% Amd第四季业绩指引就差过预期 股价急错一成 估多拖累到芯片龙头NVIDIA股价跌大约1.4% 英特已跌2.7% 就是表现最差的导致成分股 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百度美股比港股升0.4% 网易和京东跌0.1%至0.2% 腾讯和阿里巴巴比港股收市只是轻微偏远 而公布业绩的比亚迪 比港股收市升0.8% 友邦都升0.8% 建行季绩之后跌大约1% 汇控ADR就变得不大 今早做外围的市况 导致期货暂时偏远 42,322点跌41点 标指期货、纳指期货都是向下 亚太区股市方面 普遍都是偏远 其中日本股市跌幅大约0.5% 日经平均指数39,083点 跌193点 南韩股市跌幅超过1% 澳洲市跌0.2% 新西兰市跌0.17% 接着就看恒指黑旗的表现 预示稟间港股有机会初段跌云 升到六十几点 我们先和Ellen谈谈外围 一些最新的消息 因为这段外围都未估是业绩期 大家关注几大科技股 轮流一路公布 昨晚Google股价表现很散镜 但今天就看到美股收市之后 微远和Meta两只公布之后 盘后其实股价都受压的 稟后Ellen要和我们分析市场的担忧 股价走势 我先简单说说大数 微远的季度业绩收入和盈利 都是超出市场预期的 收入有近656亿美元 按年升了1.6% 微远的顺利增长1.1% 每股盈利3.3美元 但微远的季度展望疲弱 预过云增长会放慢 又重新因为投入AI发展 资本开支将会增加 另外 Meta也有类似情况 就是季度很过预期的 Meta第三季的收入 就是405亿美元 超预期 另外年增长1.9% 就是去年第二季以来最慢的 上季的顺利升了3.5% 每股盈利6.03美元 亦都超出预期的 看到Meta盘后股价跌了4%左右 Meta的活跃用户数目 其实是差过市场预期的 以及公司都上调了 今年度的资本开始预测 并且预警明年增加AI等的基础设施开支 我开始说 因为好像情况有点类似 其实贵到月色好像都很散镜 又超出预期 但美股就知道 都是会好看指引 现在好像大家都怕 是不是AI消钱 好像有点担心 还有能否足以增长动力维持到呢 Alan就跟你说一下Meta和Microsoft 你自己最担心哪一款呢 还有看到股价本身 近期升到也不少 未来会不会业绩之后表现弱一点呢 我想整个Macro的环境 对于美国科业股 可能有点不走 因为之前Trump Trade的时候 可能炒过一段时间 但是炒到现在的时候 其实整个Trump Trade 好像有点反转的迹象 尤其是昨晚 你见到很多Trump Trade相关的部分 其实都是跟着大小一点的 只是Macro 7 那七只科技股相对硬阵一点 我相信硬阵的原因 都是大家等业绩 看完指引之后 才再作部署和决定 Microsoft也好 或者Meta也好 情况是类似的 就是刚刚上一个季度 业绩是超预期的 无论收入或者利润也好 都是这个情况 只是指引里面提到 即是未来的季度 即10至12月这个季度 增长很明显对比前一个季度 会有防换迹象 同一时间就是在AI的投入 导致整体的CAPEX 有一个很明显大增的迹象 这个我想就跟之前大家的预期 或者是看回NVIDIA 其实那个订单量 其实都类似的 就似乎现在大家 愿意投资的地方 都是在AI的发展 尤其是在AI的上游 因为他投资到AI研发 其实很大部分的资金 都是放在AIDC方面的建设 即是基础的设施 即是算力方面 例如买伺服器 买NVIDIA的芯片 导致整体的开支 持续地增加 因为你看到NVIDIA的芯片 尤其是未来一年 Blackwell的芯片 其实都已经订缓了 所以现在有少少 就是不同科技巨头之间的 一个军备竞赛 大家都只能够跟随 去做一个资金开始的投入 似乎是一个无底洞 但是从AI那方面的收入 或者从AI那方面的利润 又好像看到的增长 有少少放换的涨状 而且有更加多的 如果你说从AI那方面 是未赚到钱的 如果你有Microsoft 或者ChatGBT 或者Copilot 即回到Microsoft办公室里面 可能还算是赚到钱 但是其他的科目巨头 在AI那方面 其实都未是很明显 实现到逆利化的 变了在这一刻市场 可能的耐性有少少被投资 我想Mata也好 或者Microsoft也好 出现这份业绩之后 可能未来就会有一段调整的期间 我们逐測说股价表现 例如Microsoft 其实近期的低位 你见到是 都升了不少 从低位来说 就是一浪高过一浪 当然跟之前的历史高位 还有少少距离 如果会不会这样说 短期已经差不多 来到这个反弹 已经差不多完 还是你自己怎么看 股价的走势会如何 股价走势 我想都是 保持一帝高过底的走势 这次公布完业绩之后 有机会再试一试 就是之前的底部的位置 我想都稍微高一点 就是你画一条 上升轨道来看的话 自己骂个底部 其实一底高过一底 都仍然是能够守得住的 如果说Mata 因为就相对 其实就是在高位 因为大家可能对最近推新AR眼镜 有一点充劲 觉得不错了 那会不会现在的业绩出来之后 就是 令到股价暂时见了顶呢 你自己看那个充劲会不会都仍可以 就是业绩只是短期回一回 力都仍在 你只有怎么看呢 难一点的 因为 因为眼镜 始终趋势未形成 自己买你 在香港都没见到有多少人不带 就是AR相关 因为其实Mata之前 跟Ray Ban 其实都合作出款 他今次独立自己出款的时候 其实大家看到的差别不是太大 所以你说单纯靠AR眼镜 可以提升它的收入 或者提升它的用户活跃的程度的话 我相信暂时来说 是比较困难一点的 可能等AR或者VR眼镜这些配件 成为一个潮流的时候 才有机会改变 再加上之前Apple出过 Apple出过Vision Pro 似乎大家新鲜玩了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持续跟进的人又真的不多 至少你不会在街上见到 有人戴Vision Pro 所以这种AR或者VR的穿戴的设备 暂时还未是一个潮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посмотри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